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光无限 热血无穷 第一届闪光篮球赛即将开启 有请闪光队 大变天下无敌手的闪光企划人 肖静腾 本次闪光经理 球场小旋风 周震南 MVP大魔王 Ice 杨长青 最强解说 气氛组的MVP张延祺 超强弹跳力 贵阳小弹簧 博远 小弹簧 弹起来 接下来欢迎夏天队 他们是重新归队的闪光少年 李明德 王泽南 以及小乐 胡雨彤 韩佩全 黄玉博 欢迎大家来到昆明 本次我们音乐节主题是至青春 至青春 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回忆青春呢 我们用小小的篮球赛来切磋一下 规则就是我们三比三十分钟 看哪组进的球多 落败的队伍 明天将最早起来进行排练 九点在舞台会进行第一次排练 ok 也就是如果说闪光队输的话 艾斯家将会最早去 为什么点名是我 哈哈 因为我们都排过了兄弟 那博远呢 如果那个夏天队输的话 黄玉博你们这组将是最早起来的 好 我们输了 请各位选一下你们首发队员吧 我们在 小乐 我们在黄玉博和王泽南 好 那我们欢迎一下 静宁二中李大鹏老师和黄继鸣老师 来担容本场的裁判 ok 展光队开球 好球 艾斯轻松将球带到篮下 到了 好 艾斯轻松将球带到篮下 到了 好 直接命中 真的假的 yes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抽签交换 防守 好 一个挡猜 小乐将球运到内线 哎呦 假动作 自己向篮 可惜 艾斯拿到篮板球 好球 好球 好的 夏天队小乐发力了 追回一分 我们黄玉博上篮再得一分 看来黄玉博为了明天早上不早期真是拼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魔王艾茨如何回击 将球分出 好 艾茨非常漂亮第二球 没事 放 走 周圈南强打尽内线 来 接应 将球分出 可惜 没事 多的南三分 可惜 周圈南三分 六 好 闪光队几分追回 两队咬得很死 这 好 加油 好球 黄玉博背身 教堂 再次我们拿下一分 看好他 往下 黄玉博 两分出手 黄玉博接连命中 看得出来他非常不想每天早起来 好 小乐再次拿球 一个战术非常快的快攻 快攻上篮 夏天队再得一分 开始用了华丽的舞步 直接投出一分球 球向我奔来没能顶 顶到了我的头上没人接 暂停 红队二 请求暂停 换一下 换换 来 我们两个都上 现在解说也来到了球场之下 我将一般打球一边解说 拿走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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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他体力好夸 我体力很好 那你就切他 我就切着他 你得找一个人 只认他的脸 其他什么事都没关 还有三分钟 冰人 冰人 不要看球 冰的人 哦 是 冰人 那是 光运 对 调 双握 交机 超柔 凉弹 没有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好一个突破 一个假动作 跳 好的 主持这一场进攻 中投 中投 好的 老肖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要进了 还有一分四十秒 风中玫瑰 突破了 可惜 最后三十秒 好 漂亮 为了不想早上九点起来彩排 我相信杨长青这一把一定会使出全力 长青 比赛时间到 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现场领分是山光队 四分 下间队八分 恭喜杨长青早上九点彩排 篮球我确实打得很少 手忙脚乱的 但是就是很开心吧 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没有很在乎这个输赢 反而是很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 因为有点像下课了只有十分钟 所有人抓紧去打 然后包括老肖也是 就感觉他球已经上来了 只要一抓住机会就拿着球去投篮 就是哪怕还在录节目 其实大家都在享受这个运动的过程 我觉得真的就像是在学校里面 不是像在录节目里面 恭喜夏天队 今天的比赛真的是太痛快了 现在很适合来一瓶冰爽痛快的康师傅冰红茶 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最喜欢喝冰红茶了 特别是打完球的时候 谁在青春里没有康师傅冰红茶呢 现在玩音乐的时候 我口渴了也会来一瓶冰红茶 冰爽痛快就是这个位一直没有变 希望我们明天的舞台 也能给观众留下这种青春热血的感觉吧 没错 保持青春的活力与热情 相信这一次我们都不能留下遗憾 加油 老师好 谁把家长叫来了 好 那本次康师傅冰红茶闪光音乐节的考核方向是 刘纯绿 刘纯绿这个词 对于音乐节来说确实是很重要的 通常音乐节会有不同的舞台 主舞台 次舞台 小舞台 特色舞台 电子舞台等等 很多时候你是存在取舍的 如果你的表演是不够吸引人的话 我很可能在第二首歌 我就提前走了 我就去另外一个舞台 去霸占更好的位置 这种情况很常见 刘纯绿对于很多人的乐队生涯里面 是最核心的一个指标 当你还没有那么成功的时候 你经常演着演着 人就越来越稀少 这个是打击是太残酷了 哪怕有人在喝倒菜 我觉得都比他们默默地走掉 要好得多 没有任何的其他指标 能够跟流程率来相提并论 我音乐节都把歌串在一起 完全不停 所以一般四十分钟 我都会连着演二十四五分钟 所以他没什么口子可以走 对他一般说这哥们不行 我听完这首歌我走吧 那听完已经听完快结束了 我觉得一定要把那种 大家特别乐意拍视频和乐呵的歌 排到后面 这样子至少你在前面听了之后 人家就一直在等这个歌出来 那要是没有听过的人就出来 那不可能 一定会有一个歌 是大家都听过的你知道吧 要把那个歌留到最后面 然后大家听完才会走 你也就演完 把杀手演放在最后 对 要么就是直接 我觉得就是要拿出自己的态度 下面的人不准走啊 哈哈哈哈 全部都留下来啊 我们嗨起来 你们是买了票的 我今天要付出我百分之五百的能量 献给你们 我希望你们也能感受到